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Laguna到马里谷一带海滩上面 人家说都听到了声音 时间大概是早上的八点二十分 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 看看那个海水在这方向凹啊 海水在这方向凹啊 因为中间地下局在凹啊 然后一个飞碟在转在转的时候 在望向压风的时候 压出那个风的时刻 压出那个风的时刻啊 压出那个风的时刻 他望向加的时刻啊 他望向加的时刻啊 在海上 他望向压的时刻啊 谁就凹下去了嘛 凹下去了嘛 谁就凹下去了啊 那中间就是中间矮下去两个高级了 就像那个压下去了啊 压下去了啊 压下去了啊 压下去了 然后突然那个飞碟就是切断动力啊 他在这儿做实验 切断动力 切断动力的时候啊 那个水啊一股强大那点 要恢复成圆葬嘛 要恢复成圆葬的时候 往上一台碰一个声音啊 往上台的时候碰一个声音啊 这个声音啊到底来自哪里呢 到底来自哪里呢 我们在中半动作 因为现在我看了这个过程呢 不知道声音到底在哪里产生的啊 到底哪里产生的啊 我们先中半动作啊 现在就是我们像看电视看电影一样的看镜头啊 慢动作看慢动作啊 看慢动作啊 非得在显转 一人一人在显站 一人在显转 显转 显转 显转以后 把海水压下去压下去 就成了一个 整个这个海水压下去 不是原来是叫水屏障啊 现在是凹下去的呼障这样的啊 这样啊 这样啊 这样以后 碰突然一下子切断自己的动力啊 非得尝试一下 会怎么一个结果啊 他们原来是动力从来不切断的啊 切断自己动力以后 巴 动力一切断以后 就相当于望向压的东西 力量就没了啊 望向压的东西力量就没了 那么你摇下去这么多深的那个海水啊 这么多海水啊 它有固力量要恢复成圆障嘛 但你原来一直在显转的时候 一直在显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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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啊 它有固力量一直在往下顶啊 一直在往下顶啊 一直在往下顶啊 极大的力量 砰一下子飞着 来一个切断动力的时刻 切断动力以后就相当于下面的水啊 就没有这个动力的话 它要帮 帮那个中间要自己 要恢复嘛 在恢复的时候 两边啊 四面八方的水盘中间扣拢的时候 你看吧 咔 咔 相当的水啊 这个声音来自于海水 四面八方合拢来 相当的一个声音 咔 有的人说听到两声 后面是有个小的一个声音 第二声小的 第二声是小的什么声音呢 看产生一个 这个声音往上 传上去 传上去以后 遇到了那个飞铁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 遇到这个飞铁子这个声音 咔 再再返回来 一个时间长 所以呢 有的人说听到一声 有的人说听到两声 哪种情况下的人会听到一声呢 就离这个发生的距离比较近的人 又能听见这个声音呢 那么就听到一声 一个往上去的一个时间差 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差 那就一声 如果离这个海水比较远的人 有能听得见这个声音的 那么从这边传过来 然后会上去 再这样传过来的 第二个传过来的声音呢 它有个时间差 耳朵就能变远多出来了 能变远多出来的时候 那就听到两声 那么更远的 更远的人呢 这两个声音都没听到 就没听到了 没听到了 这样就很明确了吧 这样就很明确了吧 好 这是这一次发生的事 原来呢 类似的 包括我们那个 Hazen Hai 我们这一代 有一天 也听到那个 突然空中有一个声音 我把详细情况说一下子 那次 有一天 我在一楼的厨房 我就住在厨房 住在桌子 人家看东西 就在桌子上看东西 没听到什么声音 我太太在二楼 她在二楼 突然她喊了一件 说地震了 她在上面说地震了 我在一楼就没听到 确实没听到 然后后来没多久 很多人在说 说今天发生地震 但是后来人家说地震以上 没准备到地震 最后我领排啊 领排的是原来是飞碟 就是飞碟就慢慢慢慢整个 碰 突然一下子一个 结束一个拐弯 结束一个拐弯的时刻 空气被冲击了一个 产生的就是什么声音呢 就音爆 产生的音爆 那个产生音爆一个 就那个声音这个 碰 也要不然有个声音嘛 所以呢 然后呢 这件事情呢 报在一等以后 好多人在议论了 有个就 有洛杉矶大概是 呃 加州理工大学吧 反正一个叫露水的 还叫什么 一个一个地震学家 每次涉及到地震的时候 人家都会报到她 采访她 问她的时候 她说没有发生地震 啊 没有发生地震 因为呢 看地震仪嘛 地震上 地震仪上 没有记录到 呃 这个地震 但是呢 最后人家说 很多人说听到这个声音 她也不能说 否认这个事情了 最后她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她说那也有可能发生了 飞机发生的音爆 也就是那个飞机 经过的时候 碰发生了一个声音 啊 那至少说了一个来源 这是猜测啊 我领排的时候 发现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飞机引起来 是飞铁 呃 速度原来不快 错一下子一个 呱 一下子又飞过了 很长的季节的时候 从空气冲击啊 叭压说 呃 产生的音爆 从这次比较像 这一次呢 是冲击的 上次那个音爆呢 啪 这样压说 这边气压和那边气压低 冲过去的前面 一下子被压住了 被压住了 就像刚才我说的 那个把水往下压了 这个是把空气往下压了 后面压的低 前面压的高 这个飞铁快速引起 然后这个时候产生了音爆 明白了吧 所以这种事情呢 呃 是这样产生的 然后这篇报道啊 关于这篇报道啊 第一行字就错了啊 第一行字就错了啊 我念一下子啊 今天那个讲的那个 你看文字在这里啊 文字在这里啊 它的那个 诶 内容 哦 内容在要里边呢 第一行字就错了啊 好 你们看一下这啊 然后 然后 我来详细讲一下这啊 错在哪里啊 它的标题叫 南加 南加的意思 南加州 海边神秘现象 平方 平方 平方的发生 凌晨 神秘迹象 吓坏附近居民 曾经呢也报道过啊 境界遭14个UFO围堵视频爆款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说14个UFO那个 那个我原来领牌就拍过 原来啊 是在 2019年的 7月15号 夜里十一天独中的时刻 啪 一个大飞碟上面传下了好多小飞碟 然后小飞碟就在 一路从洛杉矶沿上海里面 人帮圣迪亚哥 飞行表演 然后到了一个境界那边 就把他包围住了 把一个境界包围住 谁叫在飞行表演 这么看那个境界 就是来表演给他看 不是要包围他 但那个坐在那个 方位上看起来是包围他啊 然后雷达上也拍到了 视频上也拍下来了 然后那天我在哪里呢 我在兴致器 不在加州 那个是15号的夜里 11点 都这么发生的事 然后呢 我在兴致器啊 在东部 靠近纽约那边兴致器 时差 比我们这边早 早 三个小时 也就是16号了啊 那个时刻我就腰痛了 腰痛了我第二天起来的 这个领盘 领盘的时候 啪 就看到那个 一个大飞碟一甩 搬出好多小飞碟 沿着洛杉矶 就是飞行表演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 没几个小时以后 我就把那个零排版的一个 就放到网上去了 放到网上了 放到网上以后 放过就放过了 然后呢 在今年的5月28号的时刻的 美国的警方突然公布了这段视频了 今年是2020年了 5月28号也就接近两年以后 突然公布了这个视频 说曾经在那个7月15号 夜点11点多钟的时候 一周境界被14个由外户被包围住了 而且视频也公布出来了 这家伙发生几个小时以后 我已经把这段 我零排排出来的这个视频 已经放到网上了 已经放到网上了 后来人家那个警方一公布以后 有人就把我这个视频找出来了 这家伙 飞行器啊 外星人什么事 一经都在我的掌控当中 好了 就这样啊 再见啊 再见 好 刚才呢 呃 零排版那个 我说的太快了 少说了一句话 我把它补上去 刚才那个消息的来源呢 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来自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他讲的那个南加海边 神秘现象频发 凌晨神秘迹象 瞎坏附近居民 经见遭14个UFO围堵视频曝光 在这上面讲到 我刚才说了嘛 我说内容摘要 他第一段就讲错了啊 第一段他讲了 人类本能贵的神秘事件 抱有好奇心 这些是超自然 又无法解释的怪识 这句话是错的 哎 就是说这个事件确实是一个超自然现象 当然超自然现象 不是无法解释的 应该说自然现象来考虑的话 是无法解释 但是要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解释 我很容易 我现在就专门来解决超自然的问题 我的单位名称叫什么 American Supernatural and Soho's Medical Institute 美国超自然医学研究院 我就是专门解决超自然的问题 来解释超自然的现象的 所以他说这些是超自然又无法解释的怪识 那就不对了 我这些是用超自然的方法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不属于科学范围 而是超自然范围 它不是自然范围 而是超自然范围 为什么自然和超自然是什么区别呢 自然是三维空间的事情 我们眼睛看得见的 超自然所以四维空间的事情 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 区别在这里 把这个很重要的气氛把它讲一下 而这个是来自于洛杉矶华人自秀 来自于华人自秀 我再个补充一下 好 再见 感谢观看